县长林明正在县议员谢明萌以及当地代表的带领下来到积极镇 爱聊里的乐园桥了解目前户外的回损情况 并听取工程简报 大家看到这么大条的裂缝是相当忧心 现在我们的摆水啊 这个不扣已经流到过滤 还有水穹破掉 因为这个案件经过我们谢明萌议员 跟我们当地的代表和里长 这个工程是很破这需要 这次这个不扣都已经过滤 过滤就要扣下来 所以我们就重新把这个打掉 把它做新的起来 做新的高度大概是四米高 积极镇爱聊里的乐园桥 是一座民国二十年兴建 六十二年拓宽的老旧桥梁 虽然桥层还很安全 但桥边的户外以及桥下的相关措施 已经年久失修 破损非常严重 这次认证这个邮顿已经支出来了 会儿都透空了 所以我只好 冠军拜托我们的 那个如宾特助和议员 来把我们管府来认证 认证后来看他们主办的来看了 才知道会儿炒噴开了 整个都支出了 所以这是对我们中国交通 影响是非常大 所以非常感谢 管府与议员和如宾的到三天 让我们这条路 我们爱料理的里面 可以更安全 县议员献谋相当感谢 林县长对于地方的重视 也希望在会抗后能够尽速改善 这条狗 狗《筐牙》 尤其狗边的基础都碰掉了 不若买来处理 让水旗来 弟弟几个路都会碰掉 会为了严重的安全 现在管府与议员来 要开办这些地方 全国九顿的補充 和路基的这个 這個所謂安全的設施 包括河邊不可能透過 一邊做一個改善 啟用在會議康安過後 相關單位能夠盡速發包施工 改善橋樑安全問題 保障民眾的安全 接著邱平義集計採訪報導